中欧当地时间8号晚上 德国南部城市菲尔特 发生了一气严重的交通事故 一名醉酒的卡车司机闯红灯之后 一路横冲直撞 接连撞上30多辆汽车 直到撞上路边的移动建筑才停下来 期间不少被撞车辆起火 造成包括仗势司机在内的三人受伤 初步调查显示 涉事卡车司机是土耳其人 今年50岁 在德国没有永久居留权 目前他已经被逮捕 说最近一家水下逃脱场馆 在法国南部城市图鲁兹开业 刚开业就吸引了一批爱好者进行体验 参与者首先要到达一个4米深的水池 通过现场的线索找到样式 进入下一道关口 随着游戏层层深入 参与者将会遇到各种谜题 并最终抵达一个15米深的水池 找到最终的目标 最后他们花了一小时23分钟 终于完成了水下逃脱任务 说近日300多块刻有 古代气形文字的泥板 从黎巴嫩的一家私人博物馆运回伊拉克 这些珍贵的文物流落在外多年 历经战乱与波折 终于回家 这些泥板可以追溯到不同的时代 从大约公元前2400年开始的 阿卡德帝国 到持续至公元前16世纪的 古巴比伦王国 说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市中心的 圣克里斯托瓦尔山 是当地著名的景点之一 近日艺术家们与当地的居民合作 开展大规模的壁画项目 五彩斑斓的巨型壁画 让圣克里斯托瓦尔山 焕然一新 项目发起人表示 这是整个拉丁美洲 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壁画之一